一张张毛皮在他面前背包下 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盗猎头目走到他面前 问他是不是日态的人 他说是 头目说把他放了 小伙子蹲下身子给男人割绳子 强声突然响起 男人倒下 小伙子蹲在地上不知所措 一旁的豹皮人 依旧在贤熟地摆弄手中的剃刀 这是寻山队员八强的最后一天 也是盗猎者丰收的一天 北京的报社记者改于文讯赶到 要为这次牺牲的八强写一篇特别报道 他来到长满青草的山间 寻山队员正在为八强举行天葬仪式 喇嘛在为侍者念经 头顶上的突就纹身而来 八强的一体被肢解多成小块 公食福这宝餐 这是他们的信仰 以披囊为是突就 是最高贵的不识 回到营地后 嘎鱼向寻山队张日泰表明来意 日泰却并不感兴趣 可当嘎鱼说出自然保护取几个字的时候 日泰转变了态度 相对于敢天敌气鬼神的催泪诗篇 他更关注时机 想要避免更多死亡 建立保护区才是正兔 嘎鱼被带到楼上安置 在这里 他第一次见到成片的藏羚羊毛皮 就像鱼翅 他们的身体被抛弃 只有人类感兴趣的器官才会被保留 日泰为嘎鱼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还传授给他藏族特有的礼节 藏族人吃肉 刀口对着自己 这是种尊重 也是表明善意 晚饭过后 嘎鱼回到房间整理资料 日泰的女儿来给他侦查 临走失留给他一串藏传佛珠 祭次保佑他平安 深夜时分 嘎鱼已经入睡 却忽然被叫醒 寻山队得到消息 发现盗猎者的踪迹 于是连夜整装出发 这帮盗猎者 和日泰周旋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死在他们手上的寻山队员 也远不止八强一个 为了给兄弟报仇 也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藏羚羊种群 日泰不敢耽搁 队员们的家属纷纷前来送行 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队员们能够活着回来 经过一夜的行程 日泰来到进山口 并在这里设下关卡 检查过往车辆 这条路上 有很多为盗猎集团 偷运葬令羊绒的人 而日泰能采取的措施 也仅仅是没收 因为没有权力抓人 第二天 寻山队到达不及点 这里只有一名之首队员名叫阿旺 退伍军人 在这里独自驻守已经三个年头 日泰说 有阿旺在 盗猎者不敢过来 不是他不想让阿旺回去 只是实在没有充足的人手不充 第三天 寻山队来到卓奈湖 这里被称为藏羚羊的产房 然而嘎玉在这里看到的 却是满地献红的事故 这里已经不再是藏羚羊的天堂 而成为了猛情的餐桌 队员们把尸体收集在一起 浇上汽油 围成一团唱颂经文 他们每年进山 都要埋葬一万多只藏羚羊 自1985年起 短短几年时间内 藏羚羊的数量 从一百万只锐减到不足一万只 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直到93年 当地征服才组建起武装寻山队 然而这支队伍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经费不足人员紧张 还必须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 寻山队员在进山的路上发现受伤的同伴 幸运的是重弹部位在肩膀 他们顺着车折印继续搜寻 在不远处找到盗猎分子丢弃的吉普车 从现场来看 盗猎分子没有走远 队员们紧急集合 继续追步行动 终于在不远处的河边 锁定了目标 盗猎分子为了满足欧美对藏羚羊融的需求 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 这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 也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之地 十几个河枪实弹的大男人坐在河边脱裤子 烫过其摇深的河水朝对面飞奔而去 平静的荒原上顿时枪声四起 盗猎分子被一网打尽 然而寻山队却并没有搜到毛皮和枪支 日泰在人群中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他叫马詹林 专业暴皮人 老道而又狡猾 日泰知道在他嘴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于是把目光转到了其他人身上 队员们揪出一个男人 把他带到一边 拳打脚踢逼问毛皮和头目的下落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却是最有效的 嘎玉对此却并不认同 他受过的教育不允许他认可这种行为 可他却无法突破日泰的阻拦 荒原至上 自然法则是唯一的绝对 随着几声枪响 包皮人终于吐口了 500多张葬林羊皮摆在嘎玉面前 他才明白了 跟寻山队的暴力比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罪恶 而且现在正值产高期 这些毛皮原本可以孕育出更多的生命 日泰仔细检查了缴获的枪支 和毛皮上的弹孔 这些葬林羊不是包皮人杀的 真正的枪手还没抓到 在追捕的路上 嘎玉和马詹林聊起包皮的事 他问马詹林剥一张皮子给多少钱 五块钱 老头说自己是这一代包皮最快的人 而且自己的三个儿子如今也都入了形 嘎玉不知再该问些什么 眼前这位满脸褶皱的老人 竟然会是盗猎集团的骨干 然而马詹林接下来的话 才真正让嘎玉哑口无言 老马说自己以前是放牧的 但是草原逐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草没了 牛羊也就没了 甚至连人都快活不下去了 老头说完低下头 为了生存 他不得不这么做 嘎玉听完渐渐明白 打击盗猎 绝不是几支枪可以解决的 璀璨的星空下 荒原散发出无人可挡的魅力 这里的生命神秘而又脆弱 就像城市中的人类一样 而生长在荒原上的人们 他们的骄傲是天赐的 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 可可西里在我们赞誉中是 美丽的新神 美丽的胜利 就是 在可可西里 你早下的每一个脚印 有可能是 的确当时以来 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留下这句话的是 一位北京来的地质学家 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地 留在了荒原的流沙之中 这里吞噬了无数的生命 却又孕育出无数的生命 轮回本就是如此 自然天成 寻山对原地修整一夜 第二天起来 却发现马占领带着 他的三个儿子跑了 负责看守的刘东辈狠狠教训了一顿 日泰带领队员坠赶 坠不过程中 达瓦缺氧过毒 突发沸水肿 日泰拿出药来注射 却因为没有水无法吸食药粉 就在所有人都没手足无措的时候 马占领说可以让他儿子试一试 他以前做够兽医 达瓦的命暂时保住了 但必须马上送医 可日泰翻遍了周身 也凑不够看病的钱 眼下手中唯一可以换钱救命的 就是那些藏领羊痞 嘎于听到日泰说卖痞子的时候 心里五味杂沉 然而更严峻的问题还在后面 他们吃的没了 回去是不可能的 现在遮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heel on the one 每 Plant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ssa local autho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许多转发見て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这么急 拉到在州发视明镜与点栏目 独立 actual 去造型来学在留下一大钞票之后 悄然离开 流动有些愧疚 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在镇上采购完物资 流动没多停留马上折返 再次驶入到漫漫荒漠中 由于物资太多 车子陷入沙漠 为了把车子弄出来 流动只能把物资先卸在一边 可就在他卸货的时候 一只脚却突然踩空 随后整个身子开始迅速下沉 流动紧张起来 拼命先要脱离流沙 然而越是挣扎 身体下沉的就越快 沙子很快没过胸间 流动却放弃了抵抗 他比谁都清楚 不可能逃得脱 流动的眼泪很快就被猎日烤干 手死死抓住黄土 他不甘心 却无能为力 黄沙慢慢蠕动 像是一张正在咀嚼的大嘴 把流动慢慢淹入浮中 流动消失了 永远地留在了可可溪里 留在了这片他用生命捍卫的自然之中 自然的伟大 在于他没有偏见 生命在这里都是一样的 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另一边 正在原地等待流动的队员们 也遇到了暴风雪 荒漠瞬间被染白 风雪裹藏着沙力 不断吹打在巡逻车上 留在这里只能等死 队员们决定汽车前行 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还希望 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 在跨过荒漠和河川之后 队员们终于走上了高速公路 他们朝经过的车辆呼喊求救 两耳会应他们的 却只有阳起的沙尘 这就是日态的巡山队 没有经费 因为不在编制制内 没有人员 因为愿意牺牲的人少之又少 没有关注 因为得不到利益的回报 为了支撑队伍 日态甚至不惜 把缴获的皮子 卖掉换取经费 尬于说这是违法的 日态回答知道 但他不想考虑这些 他的心里只有可可犀利 日态的队伍里 什么人都有 退伍军人 出租车司机 甚至是无业游民 日态不在乎他们的职业和地位 只在乎他们心里 能不能装得下可可洗礼 从巡山队出发 已经过去了17天 日态终于来到了雪山入口 他们必须继续前行 否则盗猎人一旦上了高速 这次追捕也就彻底失败了 日态成功了 可当初浩浩荡荡的巡山队 却只剩下了他和嘎鱼 十几只枪口之下 日态看到了头目 也看到了马占领 把枪交上 你先跟我走 那好那好 把枪交给 然后给地团交给 那么跟刷日推 然后就到巡山队 枪声回荡在山谷之间 日态倒在地上不断抽搐 头目拿起冲锋枪 朝他身上不断扫射 盗猎人转身离开 只有马占领为日态掉下了一滴眼泪 临走前 马占领对嘎鱼说 跟着自己的脚印 就能走出雪山 嘎鱼跪在原地动弹不得 可可系里就是如此 这里没有善与恶 只有生与死 日态的遗体被送回镇上 喇嘛们为他擦洗身体 准备择日天葬 奉献了一生的日态 最终以自己的肉体回馈这片土地 嘎鱼回到北京 写出一篇震惊世界的报道 一年之后 可可系里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日态的寻山队就此解散 而他的四名队员 却因为贩卖藏领羊皮 遭到逮捕 随后免于行事起诉 可可系里充满了无数美丽的传说 日态和寻山队员的故事 却并不在其中 因为它会让人们产生疑问 为什么要保护这里 世界上已经灭绝的物种数不胜数 人类不照样活得有滋有味 为什么有人愿意付出生命 去维护这片冷漠大地上的平衡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爱 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 从物种角度说 任何一个人的消失都不会导致人类灭绝 可我们依然愿意全心全意 甚至付出生命陪伴和照料家人 大地也是如此 我们从途中来 也将回到途中去 这里孕育出生命 就值得生命为它付出 感谢观看